心静明见无碍 只要我们都不染沉过 那我们就可以心静都很光明 各位心静光明了没 有没有心里面放很多的凡尘寺 心里面假如说放很多凡尘寺 那个就没有办法心静光明 因为已经都是成够了 各位有没有心里面放很多凡尘寺 凡尘的寺放在心里面 各位前学心里面都放什么 放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最理想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这个心静一定要让它光明 所以神秀的身如菩提寺明镜 身如菩提寺 身如菩提寺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勿使 时时勿使 那个虽然说注相 可是我们假如说做的话 可以除掉很多的成够 因为那个时时在勤服事 就是去掉成够 把那个成够都去掉 虽然我们都不欣赏注相 可是能够做那样子的话 我们最起码烦恼都减少了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凡尘事去掉 所以烦恼很多 各位前学的烦恼多不多 多 为什么烦恼 我们为什么在烦恼 是不是都烦成那一些生命的事在烦恼 所以我们为了这一些烦成生命的事在烦恼 聪不聪明 要不要去掉 要 要努力把它去掉 都是完成生命的事 把它清除了 让这一些烦恼都消失 心清静 就回到不生不寐的本体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 这个自己心里面有烦恼 别人是没办法的 一定要自己去掉 那个都是生命 是不是烦恼都是生命 对不对 要不要牢牢记住 不要 所以把它去掉 只要去掉以后 心就清静 心一清静了以后 笃定就可以进入不生不寐 佛现本体了 一进入本体以后 培养一段时间 他就有波罗庙智慧 有波罗庙智慧 我们遇到凡尘是怎么应对 波罗庙智慧会告诉我们 怎么样应对 应对以后都没有造业 所以会很轻松 就是解脱了 自己解脱自己 喜不希望自己都解脱了 对 都要解脱了 自己解脱自己 不要自己加框框在自己身上 自己能够解脱 能够心见都很光明 就能够见完 能够鉴定 那个时候更了解了 翻成都是虚幻不实在 更透彻之道 更不住向 那更快乐了 所以那个时候见无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